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官最幸福的时代,自从宋太宗赫氏为悲,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后,因为王冠集团迎来了将近三百年的幸福时光。 可以说,只要你是士大夫,神上就有了一大护身符,除非起兵造反,否则就连皇帝老子都不敢杀你的头。 不过自从明朝建立,朱元璋当上了皇帝之后,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明太祖,对士大夫集团向来不价福色,数次举起屠刀,利用苏坛的名义,可是杀了不少贪官污吏,其中大部分都属于文官。 再加上自己是马上皇帝,所以对武官的地位也比较重视。 而他的儿子朱棣,靖南成功登基之后,手段也不比他的老子逊色,对于反对自己的文官集团,从来就不会手软。 方笑如就是一个典型,成了历史上唯一被灭了时俗的人,自己更是被令之处死,被割了三千多刀。 所以,明朝之初的文官是非常可怜,大部分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,生怕皇帝老子一不高兴,就让自己人头落地。 直到明朝立国八十多年之后,文官集团才迎来了一次大的转机。 明英宗朱棋镇算兵器征老辣,却因为土木宝之变而做了俘虏,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。 犯怒的上百文官在朝堂上直接把鼓动英宗七征的宦官王镇当场打死,将代理监国的明代宗朱棋玉,吓得差点尿裤子。 自此之后,文官集团彻底举起,将武将军桂门踩在脚下,直到明朝灭亡也没办法抬头,只能在角落里瑟瑟巴。 走! 这些文学官员上朝的时候,甚至比现代西方社会的疑问还要混乱,真是一言不合就开恋了。 这是为啥? 因为明朝后期的文官集团掌握了话语权,他们虽然都是读书人,却没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雅品质。 即使上朝的时候,一言不合也是露起袖子就干。 自从明代宗登记之后,此进城里面经常上演全武行,而且这些大臣打架还不是单打独斗,经常一帮伪一伙的即使上百人群欧,打赢的是为明请命,打输的也是忠心为国,但皇帝都没任何办法。 夹境年间,为了躲避文官集团的骚扰,皇帝只好以修道的名义躲开了,图的就是一个清境。 而万立皇帝则更直接,临时几十年不上朝,这回你们难我没办法了吧。 多下 dokład 多下 之后,你们赶紧 你们赶紧 平方 和 你们 我不改 你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